立新基金会花莲事务所 特别为花莲遭遇亲密关系暴力的女性朋友 来提供服务及关怀 而29号特别和远东百货花莲店 举行爱心园游会 期盼邀请民众一起来为花莲偏乡 受报妇女募资行动车 立新基金会花莲分事务所 于2007年开始为花莲遭遇亲密关系暴力的 女性服务工作至今超过16年 每月服务个案近220元次 随着在地服务范围 深入凤林光复等员商工作站 会协助花莲妇幼脱离暴力环境 29日和远东百货花莲店 在母亲节前夕 举办立新三五爱心拓展新新商喜园游会 期盼透过活动募款行动车 配合到了第7年 即将迈入我们的第8年 那我们很感谢花莲有这样子的机构 能够帮助花莲应该要受帮助的家庭 能够保护他们 因为在北区比较多的服务经验 那一直都没有机会 可以把我们的服务 拓展到其他比较中南区的地方 很高兴的是去年获得县政府的支持 所以在中区开办了一个中区服务站 那当然也要很感谢的是我们的瑞凤都导 愿意返乡回家做服务 我们服务的个案里面80%他们有需要申请加报令 但大家都知道花莲的地方法院就在北区 所有的乡亲或者是我们受报的妇女 他们如果要申请保护令都一定得到花莲地方 花莲这边来 那个交通那个路程 那不是我们在地的人可以想象的 很多妇女他们会因此而感觉 那也会觉得要花那么多的时间来申请这样的保护令 真的能达到保护的效果吗 那在我们的服务协助之下 他们了解了保护令的重要性 但是总是需要一点多一点的协助 如果我们可以开着我们的公务车 让他一趟就上来做完这些事情 那会让这样的服务更便宜 远东百货花莲店和立青基金会花莲分事务所 合作办理有7年时间 而园游会现场集合众多摊友做公益 现场也举办亲子活动和抽奖 除了增加亲子区位交流时光 也鼓励民众消费还能募款抽奖品 立青基金会花莲分事务所表示 申请保护令要来到花莲市 舟车楼盾可能使受报妇女胆怯和失去信心 结伴透过募款行动公务车 陪伴受报妇佑继续往前行 记者讲报应好严实报导